小元 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好人王大海 你好王叔 你好王谁 这海 默默细细 这是我老伴 这是我家 他是个老光棍的 他哪有媳妇人 你咋办 我这找你不有事吗 我还正找你 你连记者上你家找一圈没找到 行 上我家待一会儿 没想到你改字 找我啥字 兄弟 你这啥意思 这事还没讲清楚呢 你怎么还能往报纸上捅呢 你介绍一下 那个 是这么回事 我们报社举办一个活动 要评选社区好人 我宋叔极力推荐您 说你是个大好人 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事迹的 你们是为这事来的 来的 推你来了 采访我 采访我 对对对 那我得怎么说呢 你说 那那咋说呀 就是这样的 必有的没有的 瞎说就行 采访我行 那个 到关键时候 你该站出来就得站出来啊 采访你自己 弘扬你自己就行 别人不用你弘扬了 你咋好 接受个采访 还得征求我老伴的意见 整得像你俩是一家 难怪人 继续误会 王叔 那咱们开始采访 采吧 你坐着踩 坐着踩 来 你坐着踩 谢谢 坐着踩 王叔 王叔 听说你在社区 专门为人搞调解 大哥这人哪 是个好人 他的确是谦虚 我告诉你啊 好到什么程度 没啥事啊 在我们社区里啊 就找这帮妇女聊天啊 挨家挨户给人做调解 我们还给他起个外号呢 叫妇女之友 因为这些事啊 没想要你老爷们多心呢 不会啊 你都踢过他呀 门牙都踢掉了 现在安静去考虎 那他还乐死不疲呢 你说他涂个啥 我能涂啥 我行在我退休之后 待着也是待着 我能帮帮别人就帮帮别人 别人要快乐呢 我也是乐呵了 就算发挥点余热 哪是余热呀 就是大锅炉 这财方我也没说实话呀 对不起哦 我激动哦 你说你说 你别给人家瞎惨了啊 记者你踩着 好好好 踩着 那个记者啊 这个事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 好 其实吧 我大哥这个人跟你说啊 就是啊呢 说的少 他做的多 对 我就控制不住啊 大哥的嘴笨 他不好意思说 还我替他说 你说你说 咋回事呢 大哥这个人呢 真是个好人 原来我啥人 我告诉你啊 我那小心眼 像真饼似的 嗯 那我老伴跟你说句话呀 我都压抑半年呢 都抑郁了 你看我现在要大哥给我调一点啊 就我的心态啊 就我的心态啊 嗯嗯嗯 老乐伴儿的 没啊 认为唱个歌呢 我心学一首歌 要给你唱啊 臭美 坐上了火车去拉扎 嘿 去看那美丽的歌上花 嘿 去看那美丽的歌上花呀 等开开雪山上 嘿 坐上了 哎 不不不不不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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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着呢 我都给调疯了 你就这么说吧 就没大哥呀 就没有我今天哪 就没有大哥 就没有老伴儿这条命 啊 这么说 我王叔还救过我宋婶儿的命 可不是咋的 就因为救他呀 我我我我 可不是嘛 我跟你说记着啊 你说 有什么回事 要没有我大哥 给我们两口的调解 我根本都没发火 你看我老头那小样 哎呦 人小西呀 还小呢 我跟哪个老头说话 哎 这就是我跟他有事呢 我瞅哪个老头两眼 是我跟他飞眼的 我又打个电话 让我按免停 看看对方是谁 有一天我生气的 我就没给他按 你就得按 我就不给你按 你就不按 我就不给你按 我当时咔嚓一下 给我宋婶儿打了 电话还要我拽洗碎 帮我去人家口罩看 他一走我就蒙圈了 他说完了 这肯定是有缘呢 你这婆子有啥意思啊 我想不开了 我就把那窗文一咬踹 就收下我就出去了 啊 跳楼了 嗯 你咋不好好想想呢 哼 没跳出前呢 我啥都没想 等我跳出去以后啊 浮想连遍的 我就想 我这一辈子 就这么完了 回去 等一下 还能回去了吗 就当那地为地呢 还能倒回家 是 那倒回了 你家住几楼啊 二楼 二楼哪有时间想那么多 直接就下去了 你是不是没跳过 一瞅就没景见 不信你回家 你跳一下 你试一下啊 就人家跳楼那时候 思维特别密集 是啊 你以后怎么忘了 跳到哪儿呢 一楼半 你看看 还能想起别的事儿了吗 对 那时候我就已经跳到一楼半了 到一楼半那时候 我还想啥呀 就往下掉 胡同一下 就着陆了 当我睁开眼睛以后啊 我就看了眼前的 花花草草的 我一看就是来到另一个世界了 咦呀 带阴呢 正陶醉呢 我就发现屁股底下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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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低头一吵 骂呀 有个天使 天使 嗯 我 我 当时我给楼下浇花呢 他给二楼搜家就下了 一骗我就砸我身上 我 住俩怨怨 他啥事没有 哈 你说我长一千个嘴 我也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就别说了吧 法善人 别说我成傻人了 来 你们看看这个 你们就明白了 咋的呢 瞧瞧 卖眼 卖大眼 卖大眼 那是你吧 那人 是我 你妈 你可真疯狂啊 哎呀 那爹那是男的 是女的 女的呗 啥子都能看出来 你妈 大哥 我不是说你哦 你要找 你找个油脂量点 你说那什么玩意 你看长得最刘牙的 翻体量长的 你也真能吓得鸡嘴啊 你那大嘴唇的给忽留言呢 你行的啥呢你呀 你想哪去了 你瞧我都提成这样 我那是救命呀 他给他做人工呼吸呀 到底咋回事啊这是 救人呢 他心当病犯了 当时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就像别人给他拍上了 就传网上去了 现在这事我跟谁说 你也不信 你说你个完蛋吧 这事好办呢 你把那个自嘴撩牙的跟你找出来 给你证明一下不就碗刺 就是啊 你看 找着了 人家不承认呢 为啥呀 人家说有儿有女 无法面对 最主要是他有个老头 心眼小 怕两头打仗闹离婚 说那话丧良心 你什么个老头 什么数字 你把他找着了 好多巴巴俩 让你把他踢死他 你什么玩意 人家把你老伴救了 你还有个不小心眼呢 踢死他 你只留我去找他找 兄弟啊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我现在就这么个人大哥 是 那我问你 如果你是那个老头 你应该怎么办 义无反护的站出来 这事大哥 你不用担心 如果那个自嘴撩牙 他要不承认 老伴 顶个人去 就听大哥证明一下 兄弟啊 嗯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不用顶了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那个 只嘴撩牙救他 就是一群伴儿 我救他呢 你看 别闹 考验我 别闹 咱们 我可以帮你盯上来 但你别整真了 兄弟啊 剧脚也感觉 来你们核对一下 看试试 来 你帮我放大 我看了 一马呀 你看这眼睛 这雾子还搁这 你看 主要是 只嘴撩牙呀 什么玩意 你干什么玩意 那是你 你为啥不早站出来 你看把大哥难为的 满脑挂式汉 你做人得讲良心呢 我怕你生气 你不小心眼儿嘛 哪想 除了个小哪想 斜到三尾哪想 咱们哪 不能像社会上某些人哪 扑风作样的 把好事给说成坏事了 那以后这个社会上 谁还敢做好事呢 咱们这个社会呀 需要正能量 需要大哥这样的人 老伴 你就记住老头一句话 只要你不离不弃 我就生死相依 别吵醒 就别说大哥给你做人工呼吸 就大哥亲你了 就到我面亲你了 能咋的 你来起来吧 你来起来吧 能咋的 老头子 你干嘛去 你干嘛去 我站两台上 透透气去 我头子 我头子 哎呀 去兄家 你等我一会儿 我跟你当天使做 你等我一会儿 你等我 test 我叫你 哎呀